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李一峰嫖娼影响大 9月份,35岁知名男星李一峰落网 他在北京嫖娼被抓获 并且被警方发布了通告 引发了网友的争议 此前,李一峰还多次发表证明 证明清白 可惜的是,这一次警方不再隐瞒 终于将李一峰的行为公布天下 通告显示 这已经不是李一峰第一次存在嫖娼行为了 他主动承认了存在多次嫖娼的行为 对这个事实公认不委 让人大跌眼镜 要知道,李一峰可不是一般的男星 他可是知名男星 就算在娱乐圈内 也能够称得上是顶流的存在了 李一峰不仅演技精湛 歌后动听 最重要的是他长相帅气逼人 被无数粉丝和网友奉为男神 很多人都以为李一峰是一个 不识人间烟火的男艺人 他35岁还未恋爱 也还未结婚 官宣的情史是一片空白 可是没有料到的是 他的私生活却如此大胆 竟然敢做起了嫖娼的勾当 实在是让人始料不及 真的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古人成不起我 李一峰事件发酵以后 关于李一峰过去的绯闻 也再次被重提 甚至就连顶流女星杨幂 都受到了牵连 有网友表示 李一峰的经历并非官宣得那么清白 李一峰早年曾经与杨幂 杨颖 迪丽热巴等女星 都传出过绯闻 更有网友大胆表示 甚至有女星为了李一峰堕胎 让人大跌眼镜 当然了 对于所有的绯闻 无论是李一峰还是其他女星 都从来未出面承认 网友们还需要理性吃瓜 不要对女星们的名声造成不良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每一次李一峰陷入绯闻之中 总是有女星出来吸引网友的注意 为李一峰打掩护 最终事情不了了之 李一峰的朋友圈人人自危 如今看来 早年网友对于李一峰的传闻 也未必就是空学来封的 只不过 李一峰当年的运气 一直都还未花光罢了 可是现在的李一峰 终于花光了所有运气 从此娱乐圈内再无李一峰 值得一提的是 知名导演冯小刚指导的电影老拍 两位男主角均已经陨落 并且陨落的原因都很相似 实在是让人太惊讶 李一峰出世后 早年与李一峰走得很近的艺人 也开始个个人人自危 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能够玩到一起的艺人 不要说趣味相同 起码在某一些方面 肯定是拥有很多共同话题的 否则不可能玩到一起 李一峰的陨落 也为娱乐圈再度敲起了警钟 一个艺人无论名气再大 长得再帅气 也不能够做出伤风败俗的事情 否则离退圈就不远了 据悉 李一峰不仅拥有嫖娼这样的不良举动 早年还交通事故 陶一被扣了24分 事情后来也不了了之 有一句话说的是真的没错 男人有钱就变坏 女人变坏就有钱 好像李一峰这样的顶流男星 她的确不缺钱 有钱之后也并不缺女人 只不过 老老实实恋爱结婚不相吗 为何要喜欢做出这样的交易呢 或许 有钱人的爱好 真的是让人难以捉摸 李一峰的事件也告诉我们 外表的帅气与否 真的和品德无关 对于李一峰的情况 你怎么看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